明星的收入有多高 大家都见识到了 一年没赚个几千万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红了 各种豪宅全国买 上海汤晨一品 深圳湾一号 北京钓鱼台七号院都逃不过明星的眼睛 明星除了喜欢买豪宅 也喜欢买豪车 黄晓明就买了台兰博基迷 送给当年宠爱有家的baby 赵丽颖平时出门 喜欢开奔驰大G 作为娱乐圈中的实力派大佬 李晨的背景和家底都远超你的理解 大黑牛是大院子弟 在北京有一栋价值十个亿的四合院 别说它的体格了 就靠这个财力 李晨在娱乐圈也能横着走 不然不是谁都征服得了某兵的 豪车方面 李晨也是圈内一个级别的 普通的卡燕大G已经烂大街 李晨有这些车 根本不值一提 李晨真正拿得出手的车是一台越野车 一脚油门下去能把普通人开破产的那种越野车 全世界只有三台 李晨一台奥尼尔也有一台 另外一台买家未知 奥尼尔能开的车就说明这车不便宜也不小 这车就是弗莱纳P4 XL 看这个车先了解品牌 弗莱纳是有90多年历史的美国重型汽车品牌 占到美国重型货车三成的市场 美国很多军车 货车 特种车 校车 消防车 救护车来自弗莱纳 P4 XL 是弗莱纳生产的一款豪华SUV 说白了就是一辆小卡车 长度6.70米轴 距4.42米 所以李晨是考了黄牌的驾照吗 再来看看动力 就知道什么叫一脚油掏空你的花呗 8.3升柴油发动机 可以输出330马力的动力 很多跑车都能有300多匹的马力 扭矩1250牛米 但这是柴油机 强大的扭矩不是超跑能比的 国内很多性能普通的挂车发动车 就有300多匹马力 这台弗莱纳其实不需要什么四驱结构差速器 光靠这个马力就足以让自己脱困 真的是一台大黑牛玉石冲就完了 和李晨的大黑牛形象如出一辙 李晨买它当然不是为了跑物流 后面的空间已经被李晨改成房车功能 配上豪华的娱乐设施和音响 也能在拍戏之余消遣一把 想要拥有和奥尼尔一样的车 需要多少钱 2015年这台车在国内展览的时候 报价是480万 落地随便500万起步 这个价格足以买到一台普通的劳斯莱斯 或者各种拉风的超级跑车 李晨却买了一台大黑牛 所以娱乐圈老实人李晨 一年能赚多少钱 李晨从90年代就开始拍电视剧 那时候稚嫩的只能演歌中学生 但是李晨的资源是无限的 一直都在拍经典作品 2013年的时候 李晨在福布斯榜上的年收入是3000万元 后面几年收入更是暴增 李晨这几年在娱乐圈最大的收入 是跑男一哥的收入 一年至少在数千万 但是李晨可不仅仅是演员这个身份 他平时最忙的还是做生意 其名下有19家公司 首先李晨是画意的股东之一 看到黄晓明的财富逆袭之路 李晨在画意的收入也不会差 李晨也爱玩车 一年换两台超跑式机操 为了接送某女友 还特意买了一台 劳斯莱斯妹尔 他在上海有一家豪车店 三亚的酒吧开业 李老板请客都是开5000亿瓶的香槟 不愧是拥有二环内十亿四合院的男人 加上李晨是大院子弟的出身 祖上背景雄厚 当年和某兵的感情绝对是门当户对 甚至有高攀的成分